谁呀 谁呀 蓝拉 蓝拉 谁呀 金宝 蓝拉 不是 你怎么来我家了 我有事找你 什么事 进来吧 不是 蓝拉 你先坐 这咱俩都已经分手了 你今天怎么来我家了 我知道 你肯定有疑问 诶 蓝拉 你这怎么还抱着一个孩子呀 这孩子是我的 你的 你 咱俩这分手一年多 你都有孩子了 是啊 孙宝 先不说这个了 我真的是有事找你帮忙 找我帮忙 咱俩又没什么关系 我帮你什么忙啊 我知道 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我不应该来找你 但是孙宝 你看 在这我人生必不熟的 我除了认识你 我也不认识别人 我只有来找你了 你 什么事 我先听听 是这样的 我有事要出去 但是 带着孩子不方便 所以 我想让你 帮我看会儿孩子 蓝拉 你说什么 你没搞错吧 我 我要帮你看孩子 我 我不看 陈宝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我看一会儿吧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就看你一天 等我忙完了 我就回来接他 这也不行啊 这一怪医生 人家听说了 知道了 这我还能够出门啊 不行 咱俩都没什么关系 我怎么能帮你干孩子呢 孙宝 我知道你人最好了 你就帮帮我吧 你说说你 你这笨的什么事啊 你就帮我看一天吧 来来来来 进去袋子里面 是孩子的奶奶 没有事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吧 来了 我告诉你还就一天啊 你早点回来 等一下 这这 这果然不会看孩子啊 哦哦哦 别哭 别哭 哦哦哦哦哦哦 别哭了 别哭了 哦哦哦哦哦哦 哎呀 这都一星期了 这奶奶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好的一天 哦哦 这可怎么办啊 这打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这我还失踪呢这 这孩子啊 还这么小 哦哦 哦哦 行了行了 睡吧啊 哦哦 请进 哎 表姐啊 孙宝 你怎么来了 表姐 今天我过来找你 呃 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啊 啊是这样 那个 我们家孩子小宝啊 他现在不是要上学了吗 那个你看啊 你认识的人多 你能不能 帮我联系一下 给他找个好的学校啊 上学呀 啊 行 这上学是大事 哎是是是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这个花多少钱啊 无所谓 只要能让孩子 上好学校就行 孙宝 这都七年了 你还没有联系上 孩子他妈妈 哎呀别提他了 没有 孩子都这么大 也没有回来过 哎 你一个大男人 这些年啊 也真是苦了你了 哎呀 这有什么办法 这 我总不能不管他吧 再说了 这从头到道 说实话 也相处了一点感情啊 那个表姐 我拜托你的事 你别忘了 行 这孩子上学的事 包在我身上 你就放心吧 那行 那表姐那我先走吧 哎 哎 来了 谁啊 对宝 你在家吗 婶儿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找你 有点事情 那行 咱们进去说 哎 婶儿 坐吧 婶儿 我看你这么高兴 有什么事啊 要跟我说 对宝 是好事 谁啊 想跟你说个媳妇儿 啊 说媳妇儿 是啊 婶儿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跟我说什么媳妇儿 你看你这孩子 你都多大了 你不能一直单着呀 身边 总要有个做饭的人吧 不是 婶儿 你看 我我手里面 也没有什么钱 谁会看上我呀 哎 孙毛 你说什么话呀 这戈壁的草草 他就看上你了 他前天告诉我 让我来给你提的这事 他告诉我了 他看上你呢 哎呀 婶儿 行啊 你看 我这还有孩子呢 他怎么可能看上我了 你别开玩笑了 哎呀 我说孙毛 我怎么跟你说 你才够明白呢 那孩子又不是你的 你管他那么多干嘛呀 婶儿 话不能这样说 那孩子虽然不是我的 但是 我毕竟跟他一起共处了这么多年 一些楚楚感情来了 现在啊 我什么都不想 我现在就是想着 把孩子给抚养大就行了 孙毛 听事的劝吗 你挂上一个孩子 那你老大该怎么办呀 再说 你还偷偷的姑娘多好呀 哎 婶儿 唉 那我更不能耽误人家了 你看 我已经决定了 我今后啊 就要把孩子给照顾好 这 你还是 让他找别人吧 你呀 怎么不知好歹呢 这时给你操心 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就单着吧 谁呀 不管你了 婶儿 不好意思啊 孙毛公年没回来了 你也不知道我儿子 快要走回家 今天 你就是回家看看他的 谁呀 谁呀 来了 孙毛 你 你还不知道回来呀 啊 孙毛 你在干什么呀 你不怕别人知道 有什么话 咱们经理说可以吗 那行 我问你 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 让我看一天 结果呢 这都七年了 这七年 你都去哪了 你怎么还能乱回来呀 孙毛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我把孩子交给你之后 我就出国了 我知道 我这一走了之 是我太自私了 我抛弃了孩子 但是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其实在国外 我也想过跟你打电话 但是 我又不敢 我怕你说我自私 说我不守信仰 你不知道 这些年 我也一直在想我的孩子 我知道这些年 你为了养我的孩子 肯定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罪 也 也背负了不少流言蜚语 你也知道啊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 带着孩子是怎么过来的 我一个大男人 我带一个孩子 这别人怎么说我呢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是让你背负了太多 孙宝 我现在回来了 我会好好弥补你给孩子的 你 拿什么弥补 这些年 我在国外 刚开始 虽然吃了一些苦 但是后来 慢慢好起来了 我也挣了一些钱 这张卡里 有八十万 你拿着 算是我弥补你的 有钱就行了吗 啊 这么多年 你以为 我要你这八十万呀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 才照顾孩子的吗 钱你拿回去吧 我知道 这么多年 你为孩子付出的特别多 这八十万 远远是不够的 但是尊宝 你要好好想一想 这孩子 今年也有七岁了吧 我在市里 买了一套房子 我要给他选了一个 最好的学校 我想 把你跟孩子 接到市里去 一起生活 行了 我也就是抱怨抱怨 既然你回来了 你为母子传绝啊 我也就放心了 你把孩子 接走就行了 我就是个外人 我去干什么呀 你不是外人 你是我孩子的亲生父亲 你说什么 我 我是孩子的父亲 你是说 这孩子是我们呢 这之前啊 我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 就跟你分手了 但是 咱们分手之后 我发现 自己怀孕了 但是 咱们两个都分手了 我也没脸来见你 所以 我就自己偷偷的 把孩子给生下来了 啊 原来是这样 原本我还不确定 我跟孩子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也有一种感觉 觉得 他像是我的孩子 但是 没有想到 这是真的 子宝 现在 你也知道了 这孩子 是咱们两个的 你看 你们两个生活这么多年了 他给你的感情 比我的深 所以 你去跟我走吧 以后 我会好好弥补你们 照顾你们的 蓝蓝 你也真是的 你说 你跟我分开之后 有孩子这么大的事 也不停下来跟我说一声 对不起 最猫 我不能瞒着你的 行了 事情都过去了 还说他干什么呀 这小宝该放学了 走吧 既然不爱了 你啊 跟着我一起 去接他 他叫到你 肯定可可保险了 真的 走吧